新名,本站飛語網www.https//fearhistory.blogspot.com/. 自網路收集整理之書籍、文章、影音緊供余嵐交流學習研究,其書籍、文章、影音、情節內容、評論屬其個人行為,與本網站無關。 版權歸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,請在下在二十四小時內刪除,不得用作商業用途,如果你喜歡其作品,請支持訂閱購買,正版!謝謝! 三十九離山之變 西元前七百八十二年,周孫王去世。關於他的死,前面說過,傳言是杜伯的鬼魂前來索明。 這個傳言流傳很廣,包括《墨子》、《太平廣記》等書都有提到,是不是真的,我們當然寧可相信只是老百姓出於怨恨篇出來的故事,反正周孫王晚年不得人心,大家巴不得他死於非名。 孫王的兒子名為姬公生,史稱周孫王,他算得尚是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分君之一。 孫王上台之時,周皇室的處境並不妙。孫王晚年,內政混亂,善殺大臣,又干涉老國內政,導致諸侯離心,更要命的是,對外戰爭一敗途地。 可以說,周孫王是威了一個爛灘子級繼承人。 中國古代流傳災變說,總把天災與政治聯繫在一起,有王二年的大地震,無疑令國人對周室的命運有了一種不祥的預感。 此一年是西元前780年,西州的首都稿經爆發特大地震,至少7.8級。 地震導致河流上游多處缺堤,洪水湧向四周,水、遺水、落水三村由於上游改道而出現斷流干擴,其山爆發山體崩裂、滑波等災害。 一時間,百川河流河、山寵絕崩、高岸圍谷、深谷圍寧。 及周王姬百姓造成重大的人員及財產損失。 在這種時候,周幽王沒有把精力放在災後重建上,反倒要討佛容敵,以重振周室威風。 周代是中國歷史上十分上武的朝代,儘管一直遭到周邊部落的侵擾,但總體上軍事力量還是很強的。 大地震後一年,西元前779年,周幽王不顧大臣門的反對,明白是率領六個師的兵力討佛陸濟之容。 我再前面說過,王六個師都是屬於臨時徵召的,此時周人正忙於災後重建家園,家都還未安頓好,那女有心思去打仗呢? 表面上看起來,六個師的兵力也算是威武雄壯,只是士氣低落,如何有戰鬥力呢? 這場戰亦不僅大敗而還,連統帥伯士都被容仁殺死。 這大概是周幽王雄心壯志的唯一一次表現了。 精湧之役大敗後,他灰心喪氣,不想打點朝政了,把正是交給了輕是桔石符。 長期以來,桔國為周皇失安前馬後,盡忠竭力,故意一直被周皇視為左方右臂。 指示桔石符的品行確實欠佳,使稱他另巧、善、浩尼,就是個只會在君王面前拍馬屁的人,背地裡側四處手刮文枝文膏,各人都十分痛恨他。 周幽王不理朝政,哪都做什麼呢?喝酒抱紐去了,一個重要人物粉默登場了,他就是鋪尺。 關於鋪尺,有一個非常奇特的傳說。這個故事還得從很早很早之前說起。 據說周皇失藏有一件鎮朝之寶,這個寶貝是用一個精美的木盒子裝著,外面還加著一把鎖。 這是什麼寶貝呢?說了惡心死你,裝的是一口鎖翼。但你別小看他,這可不是一般人的鎖翼,而是龍的鎖翼。說文雅一點,叫作龍池。 龍是什麼東西呢?今天的人都知道他的樣子,可視你在動物園裡看過過嗎?在野外看過過嗎? 俗話說神龍見手不見美,大家想必都跟我一樣,連神龍的手也沒見過你。 顯然,神龍就跟上帝一樣,不是你想見就能見著的。但還是有人見過的。 那是夏代的時候,有一天,神龍跑到夏王的皇宮女造客,不是一條,而是兩條。 夏人也是葉宮好龍的類型,一旦見到真龍,不僅沒有歡天喜地慶祝一番,反倒都被嚇壞了。 更可怕的是,神龍居然開口說話,自稱是鮑國兩位先王的化身。 夏王宮亂得像一窩粥,不知道要怎麼辦? 還是夏王英明,想了個辦法,還是由上天來決定罷,以占谷定吉凶? 若占谷定吉,就把神龍攻起來,當神仙無敗,若是占谷畏凶,大火就抄家火上罷,把神龍亂都撼死。 卜師占谷後,得出結論,這龍是神龍,殺不得,也養不得,最吉利的方法是向神龍求得一口套藝,供奉起來。 夏王就準備了一個精美的盒子,公公敬敬地求得一口套藝,封裝起來。 神龍消失之前,留下一個很神秘的預言,後世如果有君王開啟木盒子,災難將降臨到他的朝廷。 古代人士很迷信的,因此這個裝有神龍口水的盒子保存了幾百年,誰都沒有開啟過,即便是夏傑,相就這等亡國之君也沒開過。 時間一掌,盒子越發神秘,誰也未嘗一倒其真實面目。 這個傳說我們當然不太相信,但從歷史記在看,龍不止出現過一次。 前面我們曾說過夏帝孔甲曾養過兩條龍,結果吸養死了,不知道這個龍詞傳說是否跟他有關。 數百年只一個,轉眼間到了周麗王時代。有一天,周麗王窮極無聊,找不到什麼東西玩,突然想起皇宮女藏了者摸個寶貝,心念一動,我何不打開來朝朝呢? 他便警察人把木盒子拿過來,解了所有打開來朝。 這時一幫大臣紛紛反對,周麗王那儀館三七二十一,給我打開。盒子打開了。 神龍果然是神龍,退役幾百年也不會幹掉。但奇怪的是發生了,這退役自己流出盒子,淺到了地板上。 周麗王突然覺得有點惡心,換人把這退役給洗了。工人們用盡辦法,竟然洗不掉。 這周麗王怪能折騰的,換來無師術士想辦法,有個裝無作樣的大師提出一個意見, 這龍的退役乃是裝物,得讓宮女們脫光衣服,一絲不掛地為著裝物一起叫喊。 我想這位大師一定是想借機漢漢活春公圖,才倒估出了者摸過左道旁門的方法。 周麗王不想那麼多,叫宮女們把衣服都脫光了,一堆豐團肥魚便圍著龍池亂喊亂叫,大師一邊作法,一邊時不時飄上幾眼,欣賞無邊春色。 你還別說,有怎樣用?龍的退役突然化為一隻蜥蜴,四處亂喘,怎麼也捉不住,最後喘入後宮。 正考後宮有一個年僅七八歲的侍女,蜥蜴喘喘喘,便喘進他體內去了,消失無蹤。 等一下等一下,有些讀者怕是要跳起來,你到底是講歷史還是編小說呢? 朱偉莫急,這可不是區區小子核編出來的故事,而是記載在在太史宮大名鼎鼎的,史記,呂。 龍池消失了,風波暫時平息下來,宮廷內又恢復往日的平靜。 然而,龍池帶來災害的預言卻剛剛開始。 周麗王死後,周孫王繼位。當年的侍女已經長大成人,沒有婚嫁。 奇怪的是,肚子卻一天天地大起來,當年被那子怪獸轉進體內,再多年後竟然未婚嫁。 以處女之身而懷孕,天那,難道這是聖母瑪莉亞嗎?難道要產下一個聖英嗎? 產聖英那是人家,聖經,的事,根渣無關,這名是女產下的是女嬰。 未婚嫁人,這種事情說不得,女嬰也不能留在宮裡,怎麽辦呢? 年輕的媽媽只得狠心一咬牙,把女嬰拋棄在路上,只希望有好心人檢到後能修養這苦命的女娃。 當時在周的首都古京,流傳著這樣的童謠,山桑宮呀,基木的戰代,他們要忘掉周的國家呀。 這童謠是什麽意思呢?周宣王被密派人去暗中調查, 密探門發現京城裏面,有一對夫婦,他們賣的東西正是山桑宮和基木的戰代。 天子心念一動,莫非此二人有上江島海的本領,竟能顛覆周室嗎? 且不管同謠的預言准不准,有備無患,把這對夫婦殺了不就原事了嗎? 但事不知為何暴殺令走漏了風聲,這對夫婦心裡納悶,我們正當經營,又沒幹什麽為發亂幾的事,怎麽突然就大禍臨頭呢? 反正沒時間想,還是逃吧?兩人卷抱蓋走人,離開京城,踏上逃亡之路,正考在路上發現了被遺棄的女嬰。 女嬰正在提哭,這對夫婦動了憐憫之心,便將女嬰輕輕抱起,心想自己塞下毛子女,也算有緣,就帶著她上路吧? 她們逃著逃著,來到了煲過,隱姓埋名住下來。 在她們的悉心照顧下,女嬰一天天長大,由於居住煲過,她便被稱為煲池。 若個年後,煲似長大成人,生得水靈靈的,如出水芙蓉,楚楚動人,可謂傾成傾過。 在古代,美女注定不可能像普通人那樣密密無民地生活,總有皇宮貴族會找上門來。 一個偶然的事件,改變了她的人生。 當時鮑國有個貴族在都城稿經犯了法,周孫王把她抓起來獄判罪。 貴族趕緊說,鮑國有一位絕世美女,有沉如落眼,閉月收花之謀,我願意把她進獻給大王。 這就叫作交換。周孫王老年時也芬蓉好適,有人要進獻美女,自己何樂而不為呢? 就這樣,布齒被鮑國進獻給周孫王。 布齒趕緊被送到皇宮不久,周孫王就被杜伯的鬼魂給害死,當時人是這樣認為的。 周孫王還沒來得及享用布國美女,被周幽王瞻了便宜。 幽王風流成勝,早就聽過布齒的美貌,本來就垂然欲敵。 上台後自然迫不及代把這位美女瞻為己有,並且配家寵愛。 然而布齒並不開心,她的臉上從未露出過笑容。 這恐怕跟她坎坷的人生經歷有關,一出生便被拋棄在路上,後又作為布國人的抵聚品送進皇宮,一生的命運,都操之於人手,哪兒有自由可言。 這導致她屈屈寡歡的性格。 雖然如此,天生麗則也是女人最大的資本,憑藉這一資本,她得到周幽王的呵護與寵愛。 當寵愛變成取悅女人的時候,周幽王發現她的種種努力,竟無法博得美人一笑,對一個有著無上權力的男人,珍視令人棄女的失敗。 男人在感情世界中的冒險天性,使得帝王亦不適動用手中的權力,為博取美人一笑而努力。於是便有了風火戲諸侯的鬧劇。 西州仲後期,由豫庸、敵等由木民族頻頻入侵,首都古京附近有許多風火台。 風火台在古代起到軍事預警的作用,每當有外敵入侵時,前哨的風火台發現敵情後,就燃起狼煙,濃煙直衝雲燒,這時告訴周邊的風火台有戰鬥警報。 鄰近的風火台見到警報後,也會燃起狼煙,把情報傳遞下一個風火台。 當一座接一座的風火台不斷地造著接力時,場面之壯觀,絕不亞於好萊湖充滿想像力的巨片。 風火台不僅向周皇傳遞預警信號,同時也向諸侯國傳遞出求援的信號。 古代這種消息傳遞方式絕笨卻高效,風火的警示越過高山峽谷,賓士在平原河村,很快就能傳達到各諸侯國的都城。 確盡職守的諸侯們從來不敢怠慢封煙的警號,他們對周室的防衛有著意不容辭的責任,總是在第一時間趕赴京城,協防首都的安全。 可視在周休皇看來,風火台有一個功能,可以博美人歡心。 天子心想,布齒屈屈不咬,就是在宮中待得太悶了,窮極無聊嗎? 要視他能看得太熱鬧且滑稽的場景,肯定會開心。 想到這裏,周休皇玩起了風火戲《諸侯的遊戲》。 他命令士兵在風火台上點火,將士門狠立門,明明沒有敵情,點火幹啥呢? 幽皇把臉一沉,廢話小說,叫你點火就點火。 士兵們也不敢怠慢,狼煙燒起來了。 幽皇與布齒在在城頭上,欣賞狼煙四起的壯觀景象。 首都然起狼煙了。 這可不得了,莫非西庸又來了。 鄰近的諸侯哪兒敢怠慢,當即被好戰車,約馬揚鞭,律府奔之士奔向京城。 到了京城外,諸侯們卻一臉亡言,敵人在哪兒呢? 只見有狼煙,卻不見有敵人的影子呀。 抬頭看時,只見周休皇再在城頭,樂得手無足套,指著諸侯們的軍隊,對身邊的美人說, 你看這個好不好玩呀! 這真是一出滑稽的鬧劇。 鬧劇場面是如此之大, 看得這傻傻頭傻腦又驚惑萬分的張士們, 布此禁不住輕輕一笑。 為了這紅顏一笑,周休皇不適以他的王朝和生命作為賭注。 原本為戰爭而建的風火台,卻悄悄地變成討好美人的工具。 從這一天起,風火台便不時地燃起風煙,一次又一次想當受騙的諸侯們,無不勞修成怒。 當狼來了的叫喊聲成了欺騙的代名詞時, 沒有人願意再理會下一次是否真的狼來了。 從今往後,洩氣的諸侯們發誓再也不出兵拱衛皇國的首都了。 可是狼真的來了。 隱狼入室的卻是自家人。 布此給國王生了一個兒子,名叫姬伯伏。 俗話說外屋及烏,不愛江山外美人的周休皇做出了他人生中最重大的一個決定, 廢除皇后,身後,身後的女兒及太子姬兒求,改立布此為皇后,姬伯伏為太子。 身後被廢後,心裡大為老伙,索性不辭而別,逃到父親身後所在的身過。 周休皇確實犯了大錯了,他錯在將皇宮中的事當作家事。 然而皇家從來都是各方政治勢力各族的所在,特別是在西周皇朝,諸侯表面上臣服於周皇室, 實際是非常獨立的力量,擁有自己的政權與軍隊。 被廢的皇后是新國的公主,身後怒不可壓,他發誓要讓周休皇付出代價。 一個迷戀於兒女情長的軍王,往往在朝政上也是昏庸無能。 周休皇將國家正視交給了奸邪狡假的桔石腐,朝綱不振,倒行逆施,朝內朝外,無不生緣。 身後是不好得罪的,前面說過,身後是縮齊的後人,身國居民多傭人,故與西傭關係十分緊密。 身後多次遺周,用衝突充當調停人,他一直認為,周皇室之所以能過上好日子,都是因為他助陣西部,保衛西水。 起了周休皇如此不適相,膽敢把自己的女兒一腳踢開,這口氣如何現得下去。 很快,身後派人前往國與西傭,結為同盟,與周休皇分停抗禮。 周休皇並不把身後放在眼裡,就你那點實力,能與我對抗嗎? 周休皇十年,西元前772年,天子在泰塞山召開諸侯大會,並做出大會決議,出兵討伐身國。 各諸侯國表面上舉手贊成,內心裡誰也不願意,你把我們大家都當侯而灑,還要我們出兵,門兒都沒有。 這次諸侯會以貌似一次勝會,其實一點實質成果也沒有。 還沒等周休皇出兵討伐,身後已先下手為強了。 西元前771年,休皇11年,身後發難,他聯合國及犬庸,共同出兵進攻古經。 周休皇方了,急忙下令,燃起狼煙,向諸侯門求援。 風火台上濃煙衝天。 可是沒有人出手相助,諸侯們可是有自尊心的,你天子棄弄我們,我們就吃門窺,吃了門窺我就學乖了,管你是不是真有敵情,我自然不動。 居然沒有一個諸侯國出兵,看來周休皇確實是寡人一個。 犬庸軍隊在身,兩國的配合下,如入無人之境,直到古經。 可憐的周休皇左顧右盼,前瞻後跳,望眼玉川,在望遠處地平線上突然霧出一支勤王的隊伍,可是無法實現的奢望。 無奈之下,他只能殺腿而逃,一路逃到離山。 終於跑不動了。犬庸人如潮水般的湧來,包圍了離山。 這個時候,曾被尊為神的天子,才發現。 自己在射下黃袍後,也不過是一屆凡夫族子,也只是一具血肉之驅罷了。 犬庸人的冰鍋,輕易。 異舉地刺穿了他的空塘。 當他倒閉在死人堆時,人們會發現生前貧富貴賤的差別,在死後似乎一切變成平等,不過是一具屍骨與血水。 一代絕色美女鋪此被犬庸的軍隊擄走,最後結決如何,不得而知了。 犬庸軍隊暴露其野蠻的本性,西州精美華麗的器物成為蠻族人的戰利品, 他們在稿經消殺搶掠,財物被搶光了,男男女女也像生口一樣成為野蠻者的獵物。 稿經成了一在死席的空塘。 身後出賣靈魂以換取報復的成功,他的外孫,前太子基而求登上了周天子的皇位,這就是周平王。 首都古經經歷豪劫之後,已破敗不堪,新的周皇開始漫漫的東千之路,從古經遷都到了落浮, 這意味著中國歷史上的西州時代結束,東州時代開始,這一年是西元前770年。 這是周皇朝歷史的轉裂點。 在此之前,周皇室是天下之貢磚,經離山之役後, 元氣大霜的周皇地位大降,完全喪失領袖的地位。 原先躲於幕後的諸侯門則是群雄並起,你方唱罷我登場, 盛頭變換大王旗,中橫擺。 曾紅豆伯。 至時歷史為之一變,天子成了佩國,而諸侯成了主角,中國由是進入波蘭壯闊的春。 秋戰國時代。 由於春秋戰國史料豐富,本系列重書亦有單獨分拆,故而本書不宜全面講述列國之爭紅豆伯。 史,以避免內容之重疊。本書之東周部分,重點在於聚述周皇室跌蕩起伏的命運,完整展示周。 實之衰亡史,而者也是一般春秋戰國史所忽略的部分。如此處理,應該是比較妥當的吧。 詞・作曲・編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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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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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